告别了马大哥之后啊 晚上张大姐给红娘打来了电话 她说今天相亲的事呢 她跟姐姐说了 直到妹妹参加了原来不晚啊 姐姐特别高兴 也给她提出了一个建议 那就是希望妹妹能在吉林市安个家 因为姐姐就生活在那 那咱们的红娘啊 仔细寻找了一番之后 还真就发现了这么一位 特别合适的人选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原来不晚红娘选你 走后咱进去 李晨58岁丧偶 吉林市化工丝建筑公司退休 退休金4300元 有双宝 现居住地吉林市 住房面积77平米 大哥那行 这是咱们家居服啊 睡衣 这家屋穿的 行那咱换套那个平时穿的衣服 来我看看这事 这里面有点懵的 来来来来 过来过来 这这这馅儿 这那是项链啊 我看看咱这屋 我猜过来一下 这屋就是这个啥 做客厅什么的 对 这是老房子 啊 啊 完了 那你平时住这屋 我平时住在那屋 我看看 你给这屋手挺赶紧的 赶紧啥呀 李大哥年轻时 在吉林化工建筑公司上班 因为是特殊工种 所以三年前就退休了 退休后的李大哥没啥别的爱好 平时啊 就爱逛过商场 没啥是鱼员留的 这哪儿留的去 是逛商场的 哦 逛商场 对 就逛商场的 没啥是逛商场 逛商场买啥不 一般的 他先都给买 先不能都给买 就留的给大家呆的 没事一个人 李大哥告诉我们 自己这辈子就爱穿 逛商场的时候 碰见喜欢的就会买回来 自己那衣柜里的衣服 甚至比女人还要多 碉 碉皮大衣 碉皮大衣 哎呀 哎呀 整得挺厉害的啊大哥 不是这是一排一排的啊 这都是下室穿的小衫的啊 对 这就是裤子 你看看 哎 裤子也码得这么骑上 哎呦 天呐 这得有多少条裤子啊大哥 三十多条 得有 我估计是是不是 三十多条裤子 这三十多条裤子 你都能穿得过来吗 有的 忘了好年也不穿 哦 但是要是有乡舟命 你还买 还买 一个穿 那两样一个铁 还一个铁 这又一个铁啊 哎呀 大哥呀 这是个铁皮帽子啊 对 我发现你很你很喜欢铁啊 你愿意穿 光铁皮大衣就两个 再加上那一柜子的衣服 不少女士也得甘拜下风啊 要说咱李大哥也确实有这条件 以前上班时每个月能开个七八千块钱 如今退休了也能开到四千多 用李大哥的话说呀 不穿不买留着钱干啥 原来花了是直属单位 我们就是建筑这些厂子 我们就长天在外地 长天在外地啊 哪儿就走 全国各地 一年有时候待一年到年里回来 在家待十个家 放了一个月价 我再回去 都跑过哪儿啊 全国各地 你们俩走差不多了 李大哥 i know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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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